是不是有變瘦一點啊 大家好我是Jobo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有在關注Jobo的朋友都知道 Jobo這幾天開始有在販賣液態肥料 然後液態肥料就是Jobo平常在使用的 然後我就覺得很不錯 然後也蠻多朋友就建議我說 都問我說有沒有肥料可以用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也蠻多朋友說 建議我說你可以把它拿去做成商品 去賣讓更多朋友可以去使用這個肥料這樣子 所以我就開始的製造液態肥料然後去販售這樣子 價位上來講是有評估一下過市場 也算是很便宜啦 因為你不可以打壞市場行情嘛 這是Jobo的商品 目前是沒有貼紙或什麼都沒有 它就是很廉價的一個品質 重點不是品質 是我們要的是裡面的內容 然後這一罐是800cc 這一罐剛調出來沒多久 有拿到Jobo肥料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這個瓶子裡面會有一些沉澱物 它久了就不見了 然後這一罐是Jobo前陣子調的 大概調了一個多禮拜吧 你看這個已經是沒有沉澱物了 這兩個比例都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罐子不一樣 它時間久了之後它自己就會溶解了 然後今天來解釋一下這罐肥料為什麼會有泡泡 有在關注Jobo的朋友啊 之前我Jobo也有調過一台肥料的比例 像紅草、綠草 一些比例都有給大家 然後這個是Jobo自己在做微調上去調出完的比例 然後裡面的所有的成分在以前的視頻中 你都可以種得到 單單一個甲肥 它可能就有 可能就有鈴酸液甲 或者是單獨的 綠化甲、柳酸甲、一大堆角的 都可以去做假的來源 Jobo使用的肥料的種類呢 當然還是之前的影片有介紹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假如你不想要購買Jobo的肥料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提來外去化工行去買回來那個原料 然後再去做調配這樣子 因為每一種原料 它都是大概都是500公克到1公斤的價位去買 所以假如你要買其所有的肥料再去做調製的話 你可能會剩下非常多的原料 是有比較浪費的 對,假如也是很大量的化 就算是DIY比較便宜 那假如你是一缸兩缸的話 也是對Jobo的視頻覺得說還不錯看 有學到東西的話 你也可以支持一下Jobo 買Jobo的肥料這樣子 一罐250算是很便宜啦 你一罐250 你一缸要用到晚起碼要用一年以上 假如按照Jobo的比例去使用的話 然後再來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泡泡 因為Jobo在索德肥料的基礎上再加了一個黃腐酸 黃腐酸它是一個腐質質裡面的一種東西 黃腐酸 它的分子比腐質質還要小 它更容易被水草吸收 然後重點是說 這種東西它是 它是自然的產物就是水果或是什麼一些腐質層 就是被分解到沒有辦法再去做分解為更小的分子的產物叫做黃腐酸 它的分子小叫說 它可以直接通過植物的細胞壁進去植物的體內去流動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說 因為它是含有豐富的腐質層 所提煉出來的腐質酸 然後它可以有效的對水草 植物進行所謂的發根發芽 讓它的植株更健康快速成長這樣子 有一點類似像 可能在用了什麼植物激素那些的效用是差不多的 只是說這個是更天然的 因為它是不是單一把它取出來去做單一效果 然後這罐肥料好不好用很好用 因為九伯的整命草也是吃這一罐 然後顏色是也發的非常漂亮 沒辦法再分解更小分子 可是它會有一個很好的做就是說 它會有類似一個會跟一個元素熬合 可是鈣梅田或是甲這些鈴乳這些不一樣元素 它都可以去把它做熬合 牽合的意思就是把它黏在一起 讓植物更好去吸收 它可以有效的幫你把所有的肥料統合吸收 讓它們彼此之間比較不會去有解抗的問題 所以假如你加了黃酥酸在裡面 不管你是鈣肥鐵肥 都比較不容易去沉澱液態肥料 會更好使用 只是它唯一的缺點就是說 它要冰 因為它久了不冰 它會有點就是發酵 建議一定是要冰 然後它顏色會越來越黑 那是屬於正常的齁 顏色會越來越黑 它黑它一個極致它就不會再黑了 然後泡泡也會越來越少 所以然後又有朋友假如 你發現你有沉澱不用害怕 這是自然反應 你可以放久一點 時間久一點 它的沉澱物就越來越少 你看這一罐 這一罐基本上是已經沒有沉澱物了 然後這個打開會有一個類似 黑糖的味道 這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久分享一下九伯的這罐肥料 有興趣的可以去九伯的蝦皮去購買 一罐兩百五 然後請大家多多支持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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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囉